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303期的亚当球鞋 我是亚当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 这双来自标马的 MB03拉梅罗鲍尔的第三代签名鞋 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 两年前 PUMA为三球拉梅罗鲍尔 推出了属于他个人的签名鞋 在那个时候 MB01凭借他丰富的球形元素 另类的外观设计 以及还算不错的实战性能 让他成为了2021年 颇具人气的一个鞋款 而到了二代 相同的外观设计理念 以及在实战性能方面的原地踏步 愿意为他买单的人数 有着明显的下降 到了第三代 他的外观设计理念 依旧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有一说一 他依旧是我觉得 最有签名鞋未到的篮球鞋 球形的个人元素非常多 每一个位置都能找到 属于三球的个人元素 并且很多元素 与球鞋之间的融合 做得非常和谐 像鞋底的Rare 后跟处的阿拉伯数字E等等 标马在三球的签名鞋身上 确实花了不少功夫 但是实战性能 才是他能否在市场上 站住脚跟的决定性因素 在配置方面 他依旧使用了全掌的氮气 加上前后分离式的 P-backs发泡材料 进行填付 而鞋面更像是 一代和二代之间的融合 内部填充比二代更扎实 但是鞋面的硬度会更像二代 比一代要更硬一些 标马的篮球鞋 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应该就是它的重量 这一代在重量方面 终于算是交出了一个 还算不错的答案 但这42码的重量 在400克左右 加上它还算不错的重量配比 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 还算能够接受 在尺码选择方面 我平时耐克穿42.5 李宁穿42 这双鞋我选择42码 还是比较合适的 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 只要按照你平时正常的US 吃码去进行选择就OK了 球鞋的鞋楦略微有一些偏宽 更加适合正常脚型 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的朋友 去进行选择 我正常略微偏窄的脚型 在穿这双鞋的时候 虽然初上脚 它的静态包裹 确实还算不错 内部填充之类的感觉 都还挺扎实 包裹的舒适度和包裹力度 好像都还行 但是开始运动起来之后 就能明显感觉到 它包裹方面的不足 鞋面的整体用料略微偏硬 而且它内部的填充 只是在脚踝四周的一圈 前中段的内部填充 除了鞋舌部位 其他部位几乎为零 导致了这双鞋 前中段的包裹略显空旺 鞋面与双脚的贴合度 并不是很好 在做一些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 能明显感觉到脚在鞋内的滑动 而且虽然这一双鞋 在后跟处的内部填充 做得非常扎实 但是它的后跟锁定 也并不出色 后跟的鞋面材质偏滑 再加上它不那么容易 寄紧的基带系统 在打球的时候 总感觉它的后跟 没有办法很好地 包裹住你的脚踝 甚至会有一些些掉跟的感觉 运动表现非常糟糕 这里就是空的 反正插手指进去非常轻松 然后这里也是空的 这里也是空的 虽然它脚踝四周这一圈的 内部填充做得还行 但下方这里全都是空的 而且鞋带也很难记紧 你觉得记紧了 但是打的时候 你还是感觉 里面是空的 就是你想插个手指啊 插个两根啊 人家都很轻松就可以插进去 打的时候 它动态锁定非常差 就感觉 这鞋面跟双脚贴合度非常低 鞋面嘛又比较硬 像二代 填充嘛 又不太够 挺难受的 穿着 穿到打球的感觉 真的不是很好 总有一种脚底下有力 但是发不出来的感觉 其中的原因 除了它鞋面锁定方面的一些问题之外 还有两个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它的中底 它的中底虽然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配置几乎相同 但是这一代的中底调教明显会更软一些 再加上它达到了6毫米厚的鞋垫 在发力突破的时候 脚底下会有比较明显的泄力感 确实它的脚感十分出色 但是在突破时的泄力感会比上一代明显不少 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大底的抓地力 这一次MB03的大底纹路非常的密集 在吸灰方面的表现极其糟糕 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 几乎就是溜冰鞋一般的存在 不管是突破还是防守的时候 脚底下都踩不实 对于实战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而在干净的场地上面打球 它的抓地力也并不是特别优秀 在急停或者变相的时候 跟其他的鞋相比 它的制动距离明显要更长一些 在抓地方面的表现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可能这一双鞋还是更加适合在一些室外场地上面使用 它的耐磨表现也确实还不错 在印度机的测试下 大底的橡胶硬度在65以上 打打塑胶场地可能真的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而这三个缺点相加在一起 让这一双鞋成为了一双体验十分糟糕的实战鞋款 虽然它在其他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不错 强度出色 灵活性和稳定性也都保持了这一个系列一贯的优秀水准 但是要让我穿这一双鞋去打比赛的话 我一定是拒绝的 穿这一双鞋打球 就感觉脚底下非常的拖沓 会成为我在球场上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C- MB03确实是一双非常出色的签名鞋 但是它并不是一双优秀的实战鞋 如果你是拉梅罗鲍尔的粉丝 你当然还是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购买它 毕竟在球星的个人元素这一块 标马依旧给的特别特别足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一双实战性能出色的鞋款 那这一双鞋一定不会是你想要的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 一定要记得点击关注啊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有空来坐 Peace 我们下期视频感兴趣的视频感兴趣